艺术体操是体育竞技中的一个项目 运动员体型优美 将舞蹈与体育相融合 给人带来了一种力量与柔美的结合感 她叫张豆豆 曾被认为是最美的体操女神 穿着运动服 昂首挺胸 精致的侧脸令人为之倾倒 但年纪不大的她却在自己事业最辉煌的时刻 离开了国家队 曾经有许多娱乐公司都想要将其收入麾下 但张豆豆却选了另外一条路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长相出众的她被迫离开了奋斗十几年的赛场 新来的小伙伴点点红心 加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最美体操女神 平易张挺胸照意外走红 为何21岁就选择退役 张豆豆 一位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的姑娘 父母一直期盼着女儿能够在舞蹈上 有更高的建树 但在张豆豆9岁的时候 人生却迎来了新的转机 当时省里的艺术体操正在招生 教练便前往张豆豆 学习舞蹈的班级挑选人才 在众多孩子中 教练一眼便看中了张豆豆 2013年 张豆豆跟随我国艺术体操国家队 参加团队比赛 获得了团体全能行第6名的成绩 2014年 还被国家体委授予了世界级健将头衔 2015年4月 在全国各地艺术体操本人总决赛中 获得了个人全能赛季军 除开比赛的成效 张豆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她女神般的容貌 明亮的双眼 高高的鼻梁 再再加上她那樱桃小口 深得四周人的喜爱 但随着一点点成长 她越来越更好看了 作为以前 我国艺术体操界的希望之星 容貌秀气 身体苗条的她凭借着优异的能力 随着出赛次数越来越多 也逐渐被观众熟记 摄影师在体操协会会议上 随意抓拍的一张照片 让张豆豆受到广泛关注 照片里她穿着 再平常不过的队服 扎着马尾 素颜清纯 做了个挺胸的姿势 其实这个动作并非刻意而为 当时是由于久坐导致身体乏累 因此进行舒展 就是这个动作 被无数网友感叹她的身材 并拥有了又一批粉丝 中国新闻网曾称赞张豆豆 为当之无愧的体操女神 观众也热情地封她为最美体操女神 本来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凭借着当时的能力与机遇 张豆豆肯定能确定更好的成绩 但是 随后发生的事 却无情地浇灭了张豆豆的梦想 这项体育项目 也有着严格的身材要求 而张豆豆似乎发育的 要比别人早一些 而此时她的身体条件 已经不再适合体操赛事 有一些高难度动作 已经无法完美完成 在跟随音乐练习过程中 已经明显发现比较吃力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决定离开热爱了十多年的赛场 2017年 参加第13届全运会艺术体操项目 个人全能赛 这是她最后一场比赛 比赛完毕宣布正式退役 年仅21岁 正是追逐梦想最好的年纪 她的成绩定格在那一刻 张豆豆沉默了一段时间 但是随后她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年纪尚小 正是完成学业的时候 命运如此安排 也说不定是最好的结果 她是如此安慰自己的 于是 张豆豆开始忙于学业 进入北体攻读硕士研究生 并于2020年6月顺利毕业 这次荣耀而归 张豆豆毅然投入体坛 发展成为体操教练 在一个个运动健儿的身上 延续自己的体操梦 经过十多年时间 她还保持那份热爱艺术体操的初心 经历风雨仍是那个阳光女孩 自从张豆豆被迫退出赛场后 关于她的报道就比较少 近几年 她开始在微博更新自己的动态 以全新的姿态面对大众 微博动态里 经常记录着她的运动与体操练习 状态良好 积极向上 让人不禁感叹 她还是那个优秀的阳光女孩 一直有经纪公司试图与她签约 让她在娱乐圈里发展 也都被一一拒绝 名利的诱惑 从来不曾撼动过她的梦想 小小年纪 她就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 她才能继续自己的梦想 既然无法在赛场上再创辉煌 那就脚踏实地 在场下发挥自己的能量 有人惊叹她的颜值 有人惊叹她的实力 而我更惊叹她的坚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期待你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